这边的话来看一下今晚的内容爆料 首先的话是感恩节活动 接时的话会有6则时装折扣卡 玩家的话登陆即可直接领取 完成任务的话还可以领取动态头像 以及个性动作解锁卡等奖励 另外还可以领取免费的密码机水虫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下 那个此前的820事故了 那个会跑的密码机 如果有不知道小伙伴们可以搜索相关视频 然后就是感恩节期间的话 共有8款时装反场 此外时装半身的过剑也会反场 这些的话都是可以用视频购买的 按照余网的习惯 回身购买的话应该不会有折扣 但是可以用折扣卡购买 另外狂想之戏模式反场 还增加了新的特殊球种类 然后部分娱乐模式的活动任务 也会进行复刻反场 已经获得过奖励的玩家 会获得装扮产业的奖励 除此之外还会有资金页 等待动作 个性动作相较亏计商城 其中部分动作的话 是相较游戏商城 这个的话需要用那个回身购买 具体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最后的话就是体验优惑方面 包括限免角色规则调整 角色室丸 以及道具筛选功能的优惑 好友这边的话 还新增了一个置顶的功能 这个的话蛮不错的 可以看到官方的话 还是有在听取玩家意见 以及做努力的 给我们五宝一个大大的赞 然后官佛说 活动是下周18号开启啊 但是感觉应该是17号就更新后上线了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